十一届电视金钟奖入围名单公布 其中非凡电视台设计家TV主持人陈永康 入围教育文化节目主持人奖 他在去年金钟红毯的主持几乎林富平 他说这一回可以亲自走红毯了 对于得不得奖 陈永康说就是平常心 因为自己国中之后就没有拿过奖了 随着时代的步伐 越来越多高楼林立 带来的是更繁华更丰富的文化意象 曾任职记者及主播 媒体人出身的陈永康 用温柔清晰的嗓音及专业的主持 带领观众进入设计之美 所以他们对新的东西 对于前卫的东西接受度很高 非常高 据说是因为隔了一个十年的电话 让你们再次勾起了合作的机会 居家节目再进化 在非凡电视台播出的设计家TV 不只有丰富的装修知识 跟设计案例 还创新加入了设计与人的关系 成为一泽泽温馨的居家故事 让曾永康入围第51届金钟奖 教育文化节目主持人奖 去年主持了金钟的星光大道 今年有机会自己走当然非常开心 只能说金钟的评审眼光非常好 品味也很棒 按个赞 这次能够入围我就已经很意外了 所以根本没有什么得不得奖的压力 能够到现场居住在贵宾席上面 参与这场甚至就是非常开心的事情 而曾永康在去年的金钟奖主持红探 被公认为是林富平的主持人 他表示这回不主持了 要亲自走红探 除了教育节目主持人奖竞争激烈 其他项目的竞争一样很精彩 评委们一致认为这次竞争激烈 不论戏剧或节目品质都比往年进步 本届的大赢家戏剧节目一把清 总共入围13项 来势汹汹的还有必娶女人 总共入围6大奖 而典礼主持人吴宗燮及爱女Sandy 也同时入围综艺节目最佳主持人奖 让今年的典礼相当有看头 记者陈青 陈彦宏台北报道